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一真妈咪要复工赚奶粉钱了 近日孙一真传出有望搭档李炳宪出演嫖赞玉导演 筹备许久的新作斧透 这被称为Legend级的组合 加上是孙一真时隔六年重返大萤幕 产后付出的首部作品因此备受大家期待 近日据电影界透露 李炳宪和孙一真已决定出演嫖赞玉导演的新电影斧透 目前正在协调合同细节和拍摄日程 最后双方的经纪公司回应表示正在积极考虑出演 Footop的X改编自美国作家1997年出版的同名小说 该作品是一部悬疑惊悚片 讲述了中产阶层男子被公司解雇后 为了重新就业开始杀害潜在竞争者而展开的故事 原著中39岁的男主在造纸工厂工作了15年 后来因结构调整被解雇 没有因此气馁的他急着求职 到处提交简历两年却毫无结果 只能靠着妻子做两份兼职维持生计 被迫走上绝路的男主行生恶念 决定成立一家假公司招聘员工 借机杀掉竞争者 根据剧情来看 李炳宪和孙一真有望在片中饰演夫妻 即使斧头嫖赞玉导演早在2019年的国际电影上预告过 并称该补新作是他毕生的项目 且会成为代表作的作品 但原作版权和约目前还在收尾 所以具体的片名等也还未确定 说起这组合确实蛮神奇的 李炳宪与朴赞玉导演 分别在2000年的 共同警戒区JSA 以及2004年的三更二 分别拿下影帝 影后的李炳宪和孙一真 曾同框获奖 但至今未合作过 而朴赞玉导演曾在多年前说过 一直想和孙一真合作 从剧情简介来看 确实还挺刺激的 这组合真的没有理由不看啊 期待三人的合作 对于出演这部作品的态度 对此孙一真所属经纪公司MS Team娱乐证实 有收到演出邀请 正考虑是否演出中 李炳宪也回应积极讨论中 让剧民们相当期待 如顺利出演 这也将是孙一真在2021年与老公玄冰结婚后 归为两年的新作 也是积极至对决后 时隔六年再拍电影 此次也是李炳宪时隔20年 再次与朴赞玉合作 两人2000年曾合作过 共同警戒区GSA 2004年又合作三更二 而演员孙一真与玄冰 因演出韩剧爱的迫降假戏 真作擦出爱火 于2022年步入婚姻 同年11月生下两人爱的结晶小甜豆 一口三家幸福度日 是演艺圈内的模范夫妻档 又传出消息 孙一真将于4月16日访台 令粉丝又惊又喜 孙一真代言品牌商 于一日证实 我们的一真ONI将于4月为爱访台 预计在4月16日抵台 不仅是他自1999年出道以来 首次以工作身份访台 更是第一次来到台湾 消息公开令网友雀跃不已 除此之外 3月31日也是孙一真与玄冰两人的两周年结婚纪念日 当天孙一真更在IG惊喜公开浑纱照 甜蜜放闪 让粉丝未知疯狂直呼 每年都在等天文 已经在期待明年的照片了 一年一放闪 我也愿意 可见迫降CP的惊人魅力 而身为韩国国民演员的李炳县 是唯一童年或大满观影帝的演员 还曾进军好莱坞 在东京巨蛋举办营友会 虽然李炳县曾因桃色风波重创事业 却仍凭出神入化的演技再度站上顶端 今年53岁的李炳县 于1991年出演历青 《我的故乡》出道 四年间他出演了夺布电视剧作品 还获得一次KBS演技大赏最佳新人奖 二次KBS演技大赏最佳男演员奖 1995年李炳县则开始出演电影 渐渐成为影视双期 人气与实力俭北的韩国国民演员 演技备受大众好评及信任 到了1997年 IMF金融风暴席卷全球 许多韩国企业因此倒闭 连李炳县父亲经营的事业也不幸宣告失败 而李炳县父亲更因承受不了打击而离开人世 留下近乎10亿韩元的负债给李炳县 为了偿还债务 李炳县不仅拼命拍戏 还接下了广告代言 夜店签名会等各种活动 直到负债还清后 李炳县才发现自己患上了恐慌症和忧郁症 于是赶紧求助专业医生 吃药稳定情绪 而李炳县于2000年出演了名道嫖赞玉的电影 《共同警戒区》GSA 在片中和宋康浩、李英爱、沈和军等演技派同台标系 电影上映后大获成功 也让李炳县从此在韩国影坛声名大噪 走上成为顶尖演员之路 李炳县的戏路非常广泛 不论什么角色都能完美消化 深受大众肯定 尤其李炳县更曾于2016年 以电影内部者们横扫韩国三大电影奖 青龙、百想大中的影帝 成为韩国影坛史上唯一童年或大满观影帝的演员 不仅如此 李炳县出道至今在三大电影奖一共拿了八次最佳男主角 百想电视剧部门获得过四次世帝与一次百想电影大赏 是获得最多影帝 世帝的韩国演员 完全可说是拿奖拿到手软 成绩真的超狂 李炳县不止在韩国影坛拥有一席之地 他也曾参演2009年上映的好莱坞电影《客种部队》 《眼镜蛇的崛起》正是在好莱坞出道 李炳县在片中饰演Storm Shadow一角 不仅秀出健美结实的身材 还展现流利的英语实力 打破当时亚洲男星出演好莱坞电影台词 很少没有重要戏份的常规 让李炳县在国际上知名度大增 后来李炳县还出演了特种部队 《眼镜蛇的崛起》 《魔鬼终结者》 《创世契机》等多部好莱坞电影 是李炳县魅力席卷全球 更于2016年受邀担任奥斯卡锦象奖的颁奖人 成为韩国首位踏上奥斯卡锦象奖红毯的电影演员 李炳县除了在国际上拥有高知名度 还曾以电视剧《美丽的日子》风靡全亚洲 并成为第一位在东京巨蛋举办4万多名营友会的演员 更完成了7万名粉丝的巡回营友会 真的在日本拥有超高人气 而当时韩国也将李炳县封为最具代表性的韩流演员 李炳县曾于2002年和宋慧桥合作电视剧《欧影真爱宣言》 让人被爆出音隙生情 成为当时人气超高的荧幕情侣 不过这段恋情只维持了一年 隔年李炳县和宋慧桥就宣布分手 直到2012年 李炳县才又在官网上公开承认与女星李明廷的恋情 并于2013年8月10日举行婚礼 2015年宣布李明廷诞下儿子 如今李炳县和李明廷已经结婚8年 李明廷也经常会在社群上分享家庭生活 像是去年迎来两人结婚8周年 李明廷就在IG上传结婚影片 配上看不下去了哈哈 实在太漂亮了 8年前的今天的文字 可以感受到两人婚姻十分美满 不过其实李炳县出道后 就有流传出奇怪性取向 与女性关系复杂等小道消息 但都没有被证实 而2009年也曾有一名女子 以李炳县对她提出 以结婚为前提交往的条件 双方发生性关系后便被抛弃 觉得被欺骗而告上法院 释发后李炳县接受法院传唤 虽然最后获得了无嫌疑处分 但李炳县也因这件事形象大悔 2014年李炳县更被爆出 和小摩李之言 女团成员金多喜 久后聊到性方面的内容 早两位女性偷拍成影片 并向李炳县勒索50亿韩元 受到威胁之后 李炳县便委托警方介入调查 当时李之言向律师表示 她和李炳县是恋人关系 因为觉得被背叛 才决定用影片向李炳县求偿 随着事件爆发 李之言和李炳县暧昧的对话讯息 也在网上流传 加上当时又公开了李炳县妻子 已经怀孕数周的消息 因此尽管最后法院判决李炳县胜诉 但整起风波却已经让李炳县的形象 跌落谷底 不过后来李炳县也透过朋友表示 这件桃色绯闻 没有影响她和李炳县的关系